前首相马哈迪抱怨马来土地逐渐缩小 过去抱持不反对态度导致失去土地 马哈迪今日发表文告 指出如今马来人所控制的土地面积不断减少 原因在于过去马来人抱持着不反对的态度 接受外来者侵占土地 导致如今要夺回失去的土地已经为时已晚 他举例南部地区的情况 提到廖内群岛原本属于柔佛州 但荷兰人曾攻打印尼并占领廖内群岛 当时柔佛并未反对 由于荷兰实力强大 导致廖内群岛最终归属印尼 马来土地遭到消失 马哈迪进一步提到了1819年 英国以6万西班牙银员购买隶属柔佛州的新加坡的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新加坡归还给柔佛 但在英国统治新加坡期间 许多华裔和印裔移移民到新加坡并成为永久居民 随后几乎整个新加坡被华裔占据 他遗憾地指出 新加坡华裔在马来西亚成立初期故意挑起政治议题 不同意维护马来人特殊地位的独立条件 而是要争取与马来人平等的地位 这最终导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国家 马来土地再次消失 每一块消失的土地都没有马来人或马来统治者的反对 马哈迪感叹如今马来土地的缩小 尽管表面上是马来土地 但真正属于马来人的土地却越来越少 自应殖民时期以来 许多外来者移居马来西亚 即使这些外来者的数量庞大 也从未提出反对 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讽刺马哈迪是双面人 争取对马来人斗争的言行举止与任相时不一致 东姑拉沙里在接受自由今日大马采访时指出 马哈迪在马来人斗争方面的言辞 与他在位时的行为不相符 东姑拉沙里在接受采访时 被问及马哈迪提出的马来人宣言时 并未否认马哈迪确实关心马来人 并经常在会议中提及马来人权益 然而 他质疑马哈迪在担任首相的1981年至2003年和2018年 至2020年期间 为何从未呼吁马来人团结 他说 实际上 我没有仔细了解这个宣言 但如果你问我 他担任了22年的首相 为什么从未这样做呢 后来与行动党合作时 为何又没有这样做呢 他还指出 马哈迪对马来人的斗争 是出于政治需要 尽管有人要求巫统领导层重新接纳前领导人 或解除对他们的党籍冻结惩罚 但东姑拉沙里担心 如果不严格执行纪律 可能会毁了巫统 他提醒巫统 如果只是因为即将到来的州选举 而接纳那些背后捅刀子的人 那么必将面临灾难 他说 我们必须坚持严格的纪律 如果我们纵容他们任意妄为 我们将完蛋 他认为 接纳那些背后捅刀子的人 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 另一方面 被冻结党籍长达6年的西山木丁 对阿末扎西接纳回归回归的立场 持怀疑态度 他表示不清楚自己 被冻结党籍的原因 也没有接受党纪律局的调查 西山木丁认为 现在有党纪律局决定 他的命运是不合理的 他说 据我所知 阿末扎西表示 我们需要申请才能重新被党接受 然后会被带到纪律局 但当初冻结我的时候 我并没有被纪律局传唤 所以我不知道阿末扎西 最近表明的立场是否真诚 他认为重新接纳被纪律处理的 党员回归的建议 可能是基层的反应 但对他和被开除党籍的朋友来说 已经没有损失了 如果巫统真的需要我们的服务 嘲笑或者提出有条件的建议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土团党总秘书拿督斯里 韩查在努丁指出 国盟很快将宣布 十名巫统军阀跳槽加入国盟的事宜 韩查在努丁今天在国会走廊受访时 简短回应说 跳槽党员包括一些被巫统边缘化的领袖 愿上仓保佑 我们准备在近期就做宣布 这也是为了调整我们制定好的计划 宾州西蒙主席曹关友今天确认 西蒙和巫统在宾州议席分配谈判中 取得了新的进展 除了保留原有赢得的议席外 巫统还获得了额外分配的议席 但具体数量他不愿透露 曹关友表示 西蒙和巫统在中央层面的圆桌谈判 将是最后的总结 宾州西蒙不建议在州级再进行谈判 此外 行动党宣传秘书张念群指出 该党坚守的底线和立场 是任何由他们赢得的议席 都不会再进行任何谈判 他表示 在谈判桌上 各党都有各自的期望 但如何协调则取决于 各党的底线和基本原则 张念群说 行动党的立场一直是 我们赢得的议席 不会再进行任何谈判 我们会分配议席给国阵 至于国阵内部如何分配 是国阵必须自行协商的事情 而不是行动党能够决定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好自己的责任 首相安华指出 不能再继续让富人享受40%的政府补贴 他在今天主持完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后 在记者会上表示 政府对富人的补贴立场将不会改变 但会根据情况合理化补贴机制 例如电费补贴和朝圣补贴 因为需要采取节约措施 安华透露 根据财政部的报告 约有40%的补贴被高收入群体所获得 因此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要捍卫他们 因此政府在讨论柴油和其他补贴时 将继续遵循不给予高收入群体补贴的原则 他解释道 就像电费补贴和朝圣补贴 富人也能享受到 这样继续下去是不合理的 所以 在讨论其他补贴时 我们将坚持这个原则 他说 削减富人的电费补贴问题 虽然被一些人操纵 但却广受欢迎 因为电费上涨只涉及大公司和富人 并没有增加普通人的负担 这与前朝政府故意提高全体人民电费的做法不同 此外 安华表示 他将在明天的国会会议上 回答有关马来西亚和印尼最近签署海上边界协议的问题 他希望前首相慕尤丁能够出席会议 而不是逃避回应 慕尤丁昨天要求安华解释我国与印尼签署海事协议的决定 并表示该决定是轻率的 没有考虑整体影响 安华回应说 我将在明天回答这个问题 让他慕尤丁在那里反驳我 希望他出席 关于州选举议席分配问题 安华表示 西蒙和国阵的议席分配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我还是认为恕尤丁能够出席的 来自处的议席分配